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来山里面钓一下鱼 前面有一个小深坑 在这里看到好多鱼在游 现在走下去准备一下,开钓 刚刚在上面的时候还看到很多鱼,现在鱼又游下去了 看一下这个小深坑,口口就在那里 都是通往地下按和的 这里还有叶吊杆 这里还有叶吊杆 今天这个坑掉手杆 刚才把三米六的后面那一节拆掉了 因为这个坑有点窄 现在漂一条好了,今天又是秋蚁 开钓,大概有一米多深 这只是入口 这种暗河里面都是非常的深的 上鱼 哇,有点猛了 哎呀,这是什么鱼啊 过来看一下 这鱼是不是西流石斑呢 哇,吃够顶猛的 太小了,放了它 啊,已经掉了,有一段时间了 这个水位,啊,常年基本上都是保值这样子 不怎么会下降,它也不怎么长高 这种暗河,在山里面的暗河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噢,突然黑飘了 哇,鲜鱼 哇哟,勾住了一点点 爽了爽了,一下子来一口 这条不错,鲜鱼 先收起来 拿这么大的鱼鱼过来 就放在这边了 换一条区域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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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人 今天没有穿这个招网 太爽了 你来这里吗 你不给鸟 没给鸟过来 这个是小鱼 这个是小鱼 搞了搞了 阿姨来找这个牛 这里应该有个两斤了 这边全是沙子 嘴巴好大 瘦起来了 收获不错 钓了两个钟 就收获两条了 这一条还是真的很大 都是这个粘鱼 刚刚大鱼了没有装这个钞 差一点就跑了 这个深康应该是最偏僻的了 这里荒芜人烟的 有中货 大货 哎呦 拉到里面去了 哎呦 大鲤鱼 哎呦 哎呦 直接拖了上来了 本来想用超网的 他还用不上场了 这里离这个水面比较矮 哇 这条鱼 呼呼 有好几斤重了 哇 身上全是沙子 哎呦 哎呦 看一下 呼呼 好 把它收起来先 爽了爽了 今天这个深康 确实非常的有货啊 继续 现在好久都没有冻进了 估计刚才上这条大雨的时候 炸窝了 现在估计要等好久了 啊 就不掉了 收肝了 等一下再去找一根竹竹 啊 来试一下看 这个坑到底有多深 不然大家以为这个坑都是很小很浅的 现在先把干子收起来 刚刚在那边找了一根长竹子过来 现在放下去看一下有多深 它是不知道是斜的还是直的下去 这里到底了 到这里就堵住了 因为这种地下盒 它不是直的 也不是不知道它是往这边 往那边 现在放到这里 看一下有多少米 下面全是石头 哇 看一下 到这里有多深 四米五米应该有 四米以上了 竹子放在那里了 这种水不是死水 死水的话 到这个天 卷木都是干了 这种通暗河的水 它就是长鸡这样子保住 现在看一下鱼货 三条鱼 现在把它倒出来看一下 倒在这里面 漂亮吧 好 这条太小了 就不要了 就放回去了 走啊 这只收获还挺不错的 好 现在回去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